大家好 歡迎回來 《軍工開密》 這一節要跟大家講講中國火箭的意外 這次中國火箭意外就是上次我們講的貴州山區 有一段的火箭 第一節的推進器掉下來了 這次就真的有點相似的 又是第一節火箭出了問題 但是這次的測試其實就和上一次是自然不同的 但是當然意外發生就相當相似的 這次令大家又再次質疑 中國航天航空的發展是不是出了事呢? 裡面究竟有什麼過錯又再次出現呢? 也都令到當地人相當驚愕 沒想過突然間 竟然在那裡的地區出事 這次出事的地方就是河南的 當然我們會和陳博士一起去研究一下 究竟這次出事的問題在哪裡? 以及整件事上 中國航天航空的發展 太空發展其實應該朝著什麼方向的步伐去做 接下來會做得更好呢? 好 大家記得開始之前 記得幫助給like 以及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了 好 我們和陳博士聊天 陳博士你好? 是 Larry 好 大家好 陳博士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這次的第一節火箭 跌下來 其實我和你在咪後聊天 你又和我說到 其實這次的測試 和上一次我們說在四川發射的 把衛星放上去 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測試 雖然最後的結果和意外是一樣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意外的內容就是 有一支火箭 它去試 試的時候是地面測試 但是誰知道這支東西飛了上天 然後掉下來 爆了 先指聲明 世界各國研究火箭好啊 導彈好啊 這些飛上天的那堆這樣的東西 一定是以失敗走先的 就是先有失敗 再慢慢累積經驗成功的 所以失敗其實並不可怕 OK? 問題就是怎樣處理失敗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次看完它有關那間公司 它的報導 和那些中外媒體的報導 我忍不住說三道四 這裏就要 簡單來說 這次它叫做北京天兵科技有限公司 其實我們呢 我記得和Larry你以前做節目的時候 都提過一些中國的民企 搞一些比較成本效益高的火箭技術 是吧? 而且我們都報導過 他們最新的企圖 基本上就完全以SpaceX為追趕目標了 SpaceX現在最把握的就是 它能夠做到一些 既可以很輕巧 但是那個推力 那個又可以比較大的一些火箭 你知道火箭這件事是這樣的 你當越大支推力越大 但是有時候你要計成成本效益的 你可能 火箭你大支點 它自己會重點 但是它給你的推力 是不是都同等的那麼大呢? 即是比起數字這樣說 譬如說我的火箭自己 是一個單位那麼重的 那麼它能夠給我一個單位的推力 那麼比例是一比一 但是如果我把那支火箭弄成 兩倍那麼重的時候 我再用同樣的火箭技術 它是不是真的都給到兩倍的推力呢?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火箭技術 我們覺得那些火箭是否有好處呢? 要計算就是火箭自身的重量 跟它的推力的一個比例 即是它的Mask to Flush Ratio 要看這件事 那麼SpaceX算是比較早 找到一個挺好的 就是一個比例的一個公司 那麼最後發覺就是 通常是不是很大支 是輕盈一點 然後你想做大一點的推力 你寧願就將這些輕盈一點的火箭 譬如Falcon 9那些火箭 將它好像一堆竹籤這樣 扎在一起這樣升 就發覺是比較好處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你可以說就是那個物理上的原因 去比出會有一個最理想的位置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那些火箭不會純粹追求很大的缸 一支東西噴得很厲害 就不是這樣的 就算你要做一些推力很大的火箭 你都寧願將這些小火箭紮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直不經常跟大家追蹤報道 說那些什麼星星那些東西 即是說有二十多三十支這樣的 Falcon 9那些 扎在一起變成一支很厲害的推力的東西 那這樣東西已經成為 可以說成為不僅是美國的 基本上因為由那個物理定律定出來 你發覺是世界各國去再搞這些 未來火箭科技如果成本效益上高的時候 都是走這種叫做 將火箭仔紮在一起 變成一個推力很大的火箭 就是這樣的做法了 那除非你說未來再有新一代的燃料 那可能這個局面才會有些改變 那所以這個北京天兵科技公司 它作為一家民企 裡面也有很多原本是中國航天的專家 就轉了出來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它雖然是民企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官方背景在背後 就是可能無論是資金投資 還有那些人員的來源 很多都是這樣 這個很正常的 因為就算外國原本都是官方做這些火箭研究 後來他們有些人出來了 才可以給他們搞民間發射 才有這幫人組合在一起搞這些民企 現在這支火箭 它剛才說了一子級九機並聯 它裡面用到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想像就是將九支火箭仔紮在一起 九支火箭仔一起開 就變成一個有九倍推力的一級推進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一支火箭除了有上面那一節之外 還有下面推進那一節的 下面那一節就更厲害的 然後推上去的時候就下面那一節掉了出來 上面那一支就繼續去的 現在這個天兵科技公司 它也是在試下面的那一節更厲害的那一節 就是一支級九機並聯 大約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發覺它的推力其實都跟這些 SpaceX做到的都不枉多樣的 稍微差一點點 所以它正在開發中追趕這個SpaceX的過程裡面 那它就要做一些的測試 那其實呢 我想 Larry 你都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不是說火箭 我講任何的引擎或者車都好 就是任何這些會動啊 你要開著的東西 你會覺得這個測試 起碼要分有哪幾個階段的測試呢? 那應該都是要先做一些Static 就是靜態的去做 就是我們說飛機引擎也是啦 那你飛上天之前呢 其實第一 你在地上滾一下滾一下 滾一下之後不開引擎的 滾一下之後 然後就試一下我們叫做地上試車 試一下引擎噴一下火啊 整個超音速等等的收集數據 好啦 都真的可以了 那放上去之後呢 普通飛 接著就極限飛 就是戰機呢 都會做這些事情的 嗯 是啦 就是你就算那個引擎 還沒放上去正式的那個飛行器之前 你只是那個引擎自己 你可能都要去測試一下 是不是? 然後 好啦 你的引擎試了是可以的時候 你就肯定它可以放進一個實體那裡呢? 來去再做測試 真是讓它有些負載 連結了其他的那些燃料系統啊 那樣子 那所以呢 就是以這個天兵科技公司呢 它本身已經有一些成功的發射技術的了 那所以你問我呢 做這些標準的測試程序 這些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來的 那它就將這個九折的這些火箭紮在一起 就是整成這一塊這樣的叫天龍三號這樣的東西啦 那它測試的時候啊 那個叫做靜止測試呢 Static fire test呢 你就是會順便試幾樣東西的 你就好像在模擬著實際上真的要飛之前 你就那些程序倒數進入了 然後呢 你又要按你實際起飛的需要呢 去注入所需要的燃料和載燃劑 全部東西都齊了 然後甚至乎按鈕點了火 那唯一和真正升空的最大分別就是說 它不升空 但是喂 它給出來的推力很大啊 你如果沒有東西抓住它呢 它就升空了啊 那所以呢 在這些叫做靜態測試的時候呢 你是整個架 是拿著這塊東西不讓它升空的 你真的有東西拿著它 就是上著它 讓它沒得走的 要抓緊它的 那所以這些Case 是預計了就是說 就是你要升空的東西 你就應該要鬆開的就鬆開了 但是現在就是擺明了就是說 suppose是不應該升上天 它現在竟然升上天 那就是說有些東西是亂了 那在這裡呢 我讀一讀那個新聞稿 天兵科技回應這個火箭起火爆炸 就是昨天 應該就是在我們 應該是6月30日 應該說回來就是 它 就是件事事發之後 那麼隔了三個多鐘 那麼它出了一個新聞稿的 那麼它呢就說試車的過程中 試車的意思就是說 它測試這個火箭 就是試火箭的過程中 一子級火箭正常點火 發動機推力達到820噸 那個數字是理想的 OK 因戰體與試驗台連接處結構失效 一子級火箭脫離發射台 升空後 戰上計算機主動關機 火箭跌落在距離試車台 就是測試台 西南1.5公里的深山中 戰體跌落山中後解體 本次試驗地點遠離拱義市區 試驗前與當地政府聯合完善安全保障措施 並提前組織周邊人員撤離 經排查沒有人員傷亡 其實它一直在報導那個參數 其實失敗的原因也很清楚了 竟然是因為那個測試台的連接結構失效 那些東西都鋪不住 其實我聽起來就很寫得輕描淡寫的 就說到其他東西很成功 一切都好 就是那裡很壞的 但是你要明白這些東西就是 如果你的測試是遇到一些東西不應該鬆 而最後鬆了的時候 就一定是有問題 OK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是試射是非的 然後想它跌了下來 我反而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這些就是經常發生的 以及是會發生的 但是一個這麼簡單 你有一個結構的東西去抓住 令對不應該動 但是你最後動了 這個我就覺得真的是一個低級錯誤來的 非常低級的錯誤來的 而且在過往 就算是在中國航天使上 我想都沒有多見過一種這樣的錯誤 所以我不會故意說 是否代表著整個中國的發射能力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民企公司在搞這些的時候 可以在這些位置這樣做錯誤 我就覺得有點而拿過 我又舉個平衡的例子就是 你SpaceX那時候去射那個STARSHIP 它第一次射的時候又是失敗了 上去又爆了 然後其實有一些 它預期就是起碼你的東西上去掉下來 不要摘傷人 最後它爆了 叫做沒有東西摘傷人 但是有些它其實是計算失誤的 就是它那個火箭推力太大 令到它整個發射台的石屎結構全部散了 還刮起了一個小型的龍捲風 接著就將周圍的生態和那種衝擊 那種衝擊波是令到周圍的民居是有財產損失 其實這些東西 當它超乎它預計之外 都是會有這樣的錯的時候 其實就有些位置 它是出來認錯和賠償的 那最後實際上它當然是要的 它當然也有這樣做 所以之後那些SpaceX的發射 那些STARSHIP的發射 就是下面多了一個噴水冷卻的裝置 那現在你看到那個天兵科技回應 火箭爆炸那裡 講完自己參數 講完些事情如何成功 怎樣之後 接著就最後那句 感謝社會各界朋友和上級機關 對天兵科技的關注 我們將盡快完成故障歸零 組織新產品的生產和事業 那很活該 很多時候你看這些大陸新聞 你不要只看它有寫什麼 你要看它沒有寫什麼 剛才就講過了 跌落深山經排查沒有人員傷亡 好了沒有人員傷亡而已 那我也會相信的 有沒有其他財產損失呢 如果你說它跌落深山道 照計都沒有什麼損失的 但是如果你一看其他當地的居民所說 就說明就是說 就算是中國國內媒體都有說的了 當地政府在火箭發射前 已要求村民撤離 這個是已經對的 有做也都做到 也都幸好有做到 OK 彈火箭爆炸時發出巨響 附近村裡的玻璃都被震碎 其實起碼你都要賠一塊玻璃給別人 這些事情 或者屋內有些什麼清理的東西 搞到人家最後又要多了時間 找不到吃的東西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不是受害者 但是其實說真的 以許這個民企在這件事上 有這樣的低級錯誤造成失算 然後令到有些人這樣爛了玻璃 那你都不斷地提一提 除了感謝各界關注 你都心甘抱歉 對於當地村民造成不便的事情 就是你起碼要看到這樣的事情 可能這些是比較不關科學時 純粹態度上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以一個工程的角度來講 一件預算不動的事情突然間動了 這個錯誤其實比那些弄壞人的玻璃 和火箭爆了本身 就是等於你現在去測試那些 你跑車也好怎樣也好 你試一下那個引劇 在咪後我也有跟Larry說的 就是等於你現在純粹要試一下油門 嘩!好不好力 踩一下油門 看看聲音是否厲害 那你當然是進了空波 然後是拉了手掌握 起碼你那個引擎的動力系統 和你車本身的車輪的動力要是脫離了的 保證脫離了 然後你試夠膽去踩一下 試一下聽一下聲音 但是呢 你竟然整個儀器的設計裏面 就連這件事都保證不到 原本是應該不動的地方 你就去動了 而且還彈了上去 那它那個電腦都ok正常的 因為它最後是落入了西南1.5公里的深山處 所以你計算它那個速度來講 其實它當時可能你脫離了 它幾秒鐘就已經關機了 就是以幾秒計算 它已經是停了那個火箭 然後就自己跌下來 但是始終就是更加大的問題就是 很少可以聽到在世界上 不要只說中國不中國 跌下來火箭的例子是大把 但是大家suppose 要做靜止測試的時候 有東西掉了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 天兵科技公司 這次這個錯誤就是世界級 和很低級 那種低級的測試 有點像你學生 就是做對照實驗 我們經常說這些是最簡單的 你用一個控制 一個就這樣做 就連那些 只是做測試一個parameter 它都可以其他的 都可以做錯誤 結果那個實驗就完全失敗了 其實就是這樣 應該做得到 是啊 都是要重複 就是說 它如果是static fire 然後原地突然之間有東西洩漏 爆了 我反而覺得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火箭很多時候 如果有一個新的引擎 新的部件 有些你不知道 原來漏得這麼快 原來漏了 那些位置一裂了 然後一爆 那個結構原來是頂不住的 你是一個全新的裝置 原地爆了 我反而覺得 失敗乃成功之母 下次再試 是不是 但是這個 我不知道最後 能否影響到 它拿的那些參數 其實是這樣的 你做這樣的政治測試 其實有些位置 你可以拿到一些很實際發射時的參數 就是 你燃料倉裡面的溫度和壓力的變化 是不是正常 由這兩個變化 你可以看到 就是有沒有東西是洩漏 還有有沒有東西是 隔熱是壞了 那因為你很多時候 你要保持著那個壓力 和保持著一個隔熱 就是裏外不同的一個溫度 中間隔熱隔得好 是整件事穩定地發射的一個關鍵 所以就需要有這種這樣的靜態測試 那你很多時候一堆的儀器 你因為想全方位了解整件事的狀態 你就有很多東西連在那裡去試 你掉了上去的時候 那些東西會不會鬆走了 那可能有一些基本的參數 都可以遙遠地去拿下來 但是有一些東西其實就是 對於它自己的那個政治測試裡面 都有一些東西是拿不完資料 你會預料它是 所以這次這個實驗 怎麼計算的 其實都算是失敗的了 這個完全失敗 如果要做這個科目 應該要再做多一次 下期的實驗要重新做一次 首先說失敗是不可恥不可怕的 但是不要搞一些 不要犯到低級到 連它要不動 你都給它升上天 這些就是恐怖的 恐怖的位置就在這裏 相比之下我們上次那個節目說 有一支橙黃色煙那個跌下來 那那個都是 多少來自一些發射時候 一些難以避免的誤差 但是這次這個 我會覺得這個事件 就比起其它嚴重一些 那上一次我們叫做一個 Calculated Risk 就是它已經計算了 所以對中方來說 是一個無可避免的一個位置 但是這次就不是了 真是失敗 這個是不應該犯錯 它就可以犯錯 所以就有辦法預測到 它可以彈出什麼結果出來 就很恐怖 可以很嚴重 又可以很輕微 那這次就叫做好彩 就是你實力的傷亡性 現在這裏還要補充 就算是Wiki也找到資料 它原定這些Static Fire做完之後 它原定計劃 就是因為Static Fire 已經是模擬實際發射的了 原本預定就是7月 就會正式拿這塊天龍3號 在海南島做一個商業發射的 有些東西就要上太陽同步軌道 就是說它會變成 跟地球一樣一起圍繞著太陽轉 這個就是天龍3號計劃的首飛 很明顯的了 你連Static Fire都做不成的時候 整個首飛就要押後了 其實就是我不會說 最後這間公司一定失敗不會成功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程序和結構 維護上的東西 這個是大家關注的 就是等於你開車一樣 你不是有多少人經常追求你的跑車引擎 現在是否厲害的 絕大部分的人使用這些人 其實都是最關注你一般的系統的維護 安全係數高不高的 所以這次我們繼續關注的事件 就不是只是那個技術高與低 就是它那個安全 它裡面的程序有沒有出錯 或者他們 當然有些例如大家相信 又是貪污啊 偷工減料啊 那些大家就有關注 是不是有這些問題 Anyway 這些太空的意外 就一單都嫌多了 所以都繼續關注 看看可不可以減少這方面的意外 還有它叫做模仿SpaceX回收火箭的計劃 我相信我和陳博士 是繼續為大家更新的 就是現在中國那個太空科技 那個火箭回收的計劃究竟去到哪裡呢 接下來應該都還有繼續這些視射的了 所以大家緊密留意著 我們的節目《軍公開什麼》 會跟大家做很多不同的更新的 好 那這一節就來到這裡先了 那我們在下一集的《軍公開物》 還有其他《軍公》和《科學》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